我们今天讲这个金贵的第十八篇 创庸 常庸 创庸 常庸 轻隐病 脉症病治第十八 这里边等于是讲了三个病 创庸 常庸 轻隐病 这个好多在学校的时候好像都没怎么学这一篇 还有第十九篇我估计很多都没咋学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可学的地方 我们要全部讲 让我们来讲这个创庸 创庸我们首先讲它庸 化农钱的特征 就是你不能都成庸了你才能认识 你要认识到它 它要成庸 这个是要成庸的病 就是要识别这个 张文景这里边就有 说猪脉腐朔 猪腐朔脉 就是所有的脉呢 只要是腐朔的应当发热 它应该呢 伴随有发热 但是呢 而反撒西武汉 就是没有出现发热 只有脉腐朔 武汉 只有这俩 就是脉挑得快 刺激还觉得冷 好 若有痛处 如果有疼痛的地方 说 当发其庸 也就是这个疼的地方就要化农了 你看他讲得很好的 甘愿出息的时候他没化农 但是他一定有一个固定疼痛的地方 这就要化农了 就是脉腐朔 乌寒 用固定疼痛的地方就要化农 其实这个要点延伸 这就是创农初期 这个没有更多的难以理解的 好 我们再看化农以后是什么特征 用化农后的特征 诗曰 诸臃肿 就是各种臃肿 欲知有膿 无膿 就是我想知道 他到底有膿没有膿 以手沿肿上 就是用手在肿的那个地方 按一按 摸一摸 热者为有膿 如果那个肿的地方一摸烫手 那就有膿了 实际上还应该软 不仅仅是烫手 而且还应该有点发软了 那就有膿 不热者为无膿 如果是个肿的地方摸上去 不发热 或者就热的不厉害 这地方是没有膿的 这就是判断 能成为成 就是以发热不发热为标志 好 在要点演示里边 我们就要把这个化农不化农 更详细一点讲 这个化农性疾病 浓成的特征都有哪些 一个是局部的红肿热痛 这就是局部红肿热痛 温度高 这个可能 第二个是局部红肿跳痛 这个往往是化农前 那个疼痛 那个血管扩张 就是有跳动的那种感觉 这是跳动 也是这要化农了 再一个就是局部变软了 这是已经成农了 再往后变软 它破了 就出农头了 这就整个臃肿的一个特征 红肿热痛到跳痛到变软到农头 但是整个局部 因此是疼痛 都是巨暗的 不管在哪个阶段 它都是巨暗的 那么这是臃肿的特征 那么这里边呢 前面讲的是浓成和浓卫成 这个臃肿呢 它主要是讲了这两个方面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看它讲金疮 什么是金疮呢 就是金运所伤 就是刀伤 刀伤 那么金疮王学 他的脉症是什么 张忠景是这么简 说原文 问曰寸口脉 福威尔色 寸口脉呢 福脉很微弱 不努力 这是福威尔色 然当王学 若汉出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应该是王学 脉出现了福威尔色 应该是王学 或者是出汗 总而言之 这个脉呢 是比较细弱了 血容量不足了 出汗也可以不足 出血也可以不足 所以说它脉是细的 细弱 摄 就是假设 不汗出者 云和 如果说 它没有汗出 那又是什么情况呢 打约 若身有疮 被刀斧所伤 王学故意 其实这句话 不好理解 就是你搞不清楚 它是跟什么关系 就是 若身有疮 被刀斧伤呢 就是好像是呢 或者是呢 身上有疮 也就是说 它有这个疮 然后呢 被刀斧所伤 这里边是刀斧所伤 形成的疮 也可以理解成 它生疮了 医生呢 用刀斧来治疗 反正总而言之 这两个是结合在一起的 因为古人啊 这个生疮以后 他不像我们说 现在有手术刀啊 又啥 他也是拿个刀啊 镰刀啊 我小的时候 我记得有的那个 他们就是 看破了 拿那个镰刀磨了 这个给洗净 也是给你拉开 所以说 这个就是 无论是 外伤以后化能 还是化能以后 又合并刀伤 说王雪故也 那么他不出汗 又出了 麦弗威尔色 麦弗威尔色 这个 是一个王雪的一个表现 这就讲了一个 金疮和王雪之间的关系 这条呢 只是了解一下就行了 好 那我们看看 金疮怎么治疗 金疮的治疗 金疮都很简单 不需要辨证 军人一看就知道了 不需要用 这个其他的去辨证了 并金疮 王不流行伞组织 就一个王不流行伞 就可以了 那么王不流行伞 他的祖方呢 是有王不流行十分 王不流行十分 这个 我们现在都 药房都没这个药了 这个念啥 念不来是吧 因为不用它 但是呢 我们还是可以知道的 朔卓 你看这个确实是 不为念对 朔卓的细液 那么这个药呢 在这个 我查了它有关的文献 它有哪些功效呢 它有 抗菌消炎 清热解毒 去风除湿 活血止痛 通经 结果等功效 就是还有这么一个好药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药房是没有 我不知道谁用过没有 反正我没有这个经验 它可以用于治疗呢 各种炎症性疾病 风湿性关节痛 腰腿痛 窗瘤肿毒 肺炎 蓝尾炎 急性蜂窝止炎 就是腫瘤 跌打损伤骨折 就是这一个 朔卓液的 能治这么多病 这个以后 我们看看 哪有这个祸瘤 能不能进到 也许我们 可以体会一下 看看它的这个 是不是有这么神奇吧 再一个就是 桑 东南根 就是桑树 往东南方向 长的那个根 这个比较麻烦 这个桑树还得找 它底下往东南有根没根 还不知道 这个比较麻烦 实际上呢 它后边住了白皮十分 实际上就是桑白皮 那么至于往东南往西北 往哪儿长那个根 有没有差异 这个我现在 没法讲这个事 反正古人有这么个说法 肝草十分 川椒三分 除木 及闭口者 去汗 注意这个川椒的 这个炮制 除木 是什么意思 把花椒籽给去了 花椒里边不是有籽吗 把它去掉 及闭口者 闭口那就是它没开了 那个籽去不出来 把这个也扔了 反正只要川椒那个瓶 去汗是啥意思呢 因为那个瓶里边 也有一个一个小点 小孤独 不叫小孤独 就是鼓出一个一个小点 那个里边实际上是有油了 这个你们仔细观察 是那样的 去汗就是炒一炒 把那个东西给它弄干了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炮制的方法 黄芹 大家见过那个橘子皮里边 不是有那个小亮点 那个一几 那里边还是有水的 对不对 就给那个类似的 黄芹两分 干姜两分 勺药两分 厚破两分 就是这么多的组成 说又九位 三根皮 以上三位 烧灰存性 这个三根皮以上 就是硕酌液 王不留 三白皮 这三个药呢 是要烧灰存性 什么叫烧灰存性啊 就把它烧成锅海的 这个存这个药性 实际上就是说不要把它烧透了 只是就是把它先往以那个背黄了一样 不是把它完全烧成灰 说是烧灰存性 但还不是 物流灰过 也就是你不能把它烧得太彻底了 就是不能烧得太彻底了 个别除筛 就是什么叫个别除筛呢 这三个药 分别的烧灰存性 然后分别的把它捣碎了 然后呢 过筛子 这你看它不是弄完了一起 它是分别来 合制之为伞 就是把它合在一起 把它调成伞计 这叫合制之为伞 扶方寸壁 就是每次呢 只用方寸壁 那就是三五克 这么个量 说小窗即粉之 就是如果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窗 你就用这个 这个王不流行伞呢 就把它举步给它上上 就好了 大窗 弹扶之 如果窗太大 只需要 口扶王不流行伞就行了 说产后亦可扶 如果是产后的 也可以有王不流行伞 如风寒 桑东根 勿取之 如果说感受了风寒 那就是那个桑树网 都长的那个根 就不要去取 这个我不好理解 所以说这没法讲 前桑物 皆阴干百日 而且还又强调了 就是桑白皮 朔卓业 王不流 都要阴干百日 什么叫阴干百日呢 就是把它晾干 晾一百天 不能见太阳 这个是有道理的 这个是不能够见太阳 很多一晒 它就变了 变质了 所以说这古人用的经验 可能就是这个东西不能晒 那么这里边的这个给我们的启发 这个烧灰存性 物灵灰过 给我们的启发是啥呢 烧 它可以除去 卫生物 就是这个药物上的卫生物 肯定就给杀死了 不至于有这个其他 什么破山风杆菌呢 其他的细菌呢 然后你再往窗上上 对不对 另外存性呢 就是保持药性 你不能烧透了 还保持着每一种药物的作用 另外它碳化以后啊 它具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这个碳化以后 尚在局部 它的吸附作用很好 那个卫生物都能被它吸上 能把卫生物给限制它的这个火性 所以说它这个炮制呢 还是很有道理的 那么个别除筛和制制为三副 防松力给我们的启发呢 就是分别倒筛 是避免药物的直接相互作用 因为药物和药物它也会起反应 但是分别弄 它最起码还不能起反应 那么混云服用 它又是发挥药物的协同作用 这是合到一起 它既避免它在体外就发生反应 就或者你在倒筛的过程中发生反应 它又可以呢 共同的来发挥协同的治疗作用 这个小创肌粉质 大创淡浮质产后一颗负 这个给我们的启发是啥呢 病变面积小 那局部用药就可以了 像现在到西医外科也是那样的 一看皮肤这有一个小接的 磨点药膏就行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很简单 那么病变区域大呢 则对整体影响比较大 这一会儿呢就需要内伏 才能起到作用 因为面积大的同时 实际上它也深 你光局部上药 它到不到深层 所以说要口服了 如凤罕三明根误曲之 这个这是有疑虑的 是不是桑西根 桑南根 桑北根是不是就可以用呢 不知道 反正是这个我是不知道 这个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好 还有这个前三物件应干百日 这些药物呢 直接日晒可能会降低药效 所以说必须应干 这是这个方子 好 我们再看 这个雍农的治疗 这所以把金疮和雍农放在一起呢 因为这两个往往是合在一起的 你有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个生疮 其实也是破了以后感染的 只不过是金疮拿着口大一点而已 是吧 所以说他们放在一起来讲 这个雍农的治疗 第一个就是用排能伞 除了刚才的那个可以 往不流行伞以外 还有这个排能伞 这个方子其实蛮有意思的一个方子 我觉得倒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这个有紫石十六枚 韶药六分 鸡梗两分 右三位处为伞 也是弄成伞计 鸡子黄一枚 以药散与鸡黄相等 也就是有多大个鸡子黄 你就用多少药面 柔和令相得 就是把它掺在一起 掺云落 饮和福之 日亿福 一天只是一色 什么叫饮和福之呢 这个饮呢 这个往往是指的 就是古代的那个酒一类的 是米酒啊 这一类的 饮和福之 这里边其实蛮有意思的 这个我们看看 这个要点里边 我们讲这几个啊 排奴 它的机制是什么 一般有感染了 我们肯定机体就要把这个感染啊 把这个细菌呢 就要给消灭掉 对不对 这是机体的一个正常的反应 那么你能够帮助机体 产生这个反应 消灭细菌 这就是增强正气 那么增强正气 用现代的语言 结合现代生理学 那我们就知道了 它是首先是提高白细胞的聚集 就是白细胞的到这个地方来聚集 到这个细菌在的地方 然后呢 还要开始吞噬这个细菌 那么这就是脓形成的机制 说的是排脓散 但是实际上是就是抗感染 那么这个抗感染 它不是杀菌 它是调动机体的抵抗能力 所以说中药里边 你像刚才讲的这几个 你让它直接杀菌作用都是比较弱的 但是它吃进去以后 确实作用又是非常好的 我们中药单独的体外试验作用很弱 吃进去疗效很好 它一定是通过提高正气 来起作用的 那么知识呢 为主要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 就是止识啊 它是提高机体抗病能力的药药 也就是你要想促进化能 使机体的抵抗力增强 促进化能 促进这个细菌的消灭 通过正气的提高来消灭 你可以用止识做主要 你看它这个量很大呀 止识十六美 什么 十六美呀 这是很大的 他们考证这个止识 就是这个止识就是止壳 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量 也就是整个方子就是以止识为主了 好 这是另外用姬子黄 一般来讲我们很少说化能量用姬子黄 喝点这个姬子黄来治疗 那么姬子黄呢 它是营养呢 是均衡的 也就是说 这个所有的这个禽卵呢 它里边的营养成分 那个配比都是最好的 你看它这个形成一个鸡 鸡蛋形成一个鸡 不需要外边给它任何东西 而且它形成一个鸡以后呢 它没有任何浪费 它里边不是说还存着好多没有用 对不对 它基本上又全都用上了 所以说这个鸡蛋的营养啊 是均衡的 全面的 要是补虚养血啊 所有的东西都比不上 鸡子黄 恶交也比不上 那么对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 应该说是非常有益的 饮和福之 就是说它用的这个米酒呢 也有增强啊 机体抵抗力的作用 好 前面呢 这是这个啊 这个方子 排农散 另外它这里边还有一个方子啊 排农汤 大家看 这还有个排农汤 排农汤的组成是 甘草 极梗 生姜 大枣 就是四味药 这里边呢 又四味 以水三生 逐取一生 这个 就是 除碎是煎药 煎服 温服 五格 也就是 等于是一生分两次 日在服 理解起来没有任何难度 这个药点里边我们主要是讲这个啊 一个这里边比较突出的是一个鸡梗 然后剩下的就是江草枣 我给江草枣这三个药起了个名字 叫三元饮 我在这个亚生堂也讲过的啊 这三个药合在一起叫三元饮 是张中景很多疾病治疗的一个基础的啊 这个药组 它具有很好的补义脾胃 增强抵抗力的作用 如果一个人身体不好 每天就煮这三个盒 都会逐渐逐渐好起来 那么鸡梗呢 鸡梗的作用 参照前方排农伞 刚才那里边有 对吧 和治疗费用的 鸡梗白散 你看这里边 排农伞里边有 鸡梗白散有 可知鸡梗是提高机体抵抗力 增强白细胞聚集 吞噬作用的重要药物 也就是鸡梗的 有补义作用 有促进白细胞聚集和 吞噬的这个作用 在含义里边 在就是潮医 他们叫潮医 实际上就含义潮医吧 实际上都是中医 就是把鸡梗 首先在韩国他们鸡梗是一个菜 对不对 其实他们说鸡梗有人身样的作用 就是说明它的补义作用是很好的 但是不能用的太多 它这里边含灶带力成分也很多 鸡梗量太大的时候 它会刺激胃肠道分泌 出现恶心 上面促进痰液的稀释分泌增多 中医胃它是胃液分泌增多 如果是少量 它分泌那就是帮助消化 补义正气了 对吧 但是用多了就出现恶心了 好 这是创庸 那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长庸 长庸里边的条文这个比较少 首先我们看看初期 长庸初期怎么治 说长庸之为病 其身假错 就长庸这个病 它的身体是假错 假错是个什么样子的 就这一个词 其实历代解释都还是有很多分歧的 有的是解释那个假错 尤其是讲胸中假错的时候 说是像这个假 就是别假归假 两个膜的时候的那种声音 说胸中假错就是那种疼的感觉 就像骨折了一样 胸中假错它是那么讲的 那这个皮肤假错呢 这同样是一个假错 但是讲法就不一样了 这个其身假错 我们另外一个词叫肌肤假错 肌肤假错呢 就像皮肤上像那个鱼鳞一样 一个爱一个 那叫肌肤假错 我们在临床经常见到鱼鳞病 那就是肌肤假错 腐皮疾 就是肚皮啊 感觉到是比较拘谨的感觉 实际上就是鼓起来 然后上面的皮肤呢 又有假错的样子 就像那个鱼鳞病的样子 但只不过是这个 它不是那个皮肤松弛的 而是比较疾的 按止乳 但是按上去呢 又比较软 不用 如肿状 好像 因为腐皮疾 它鼓起来嘛 所以说好像是肿 好像是鼓起来 肿起来的 腐无脊疾 就是肚子里边呢 又摸不到肿块 但是呢 它又是鼓起来的 身无热 体温不高 但是呢 卖硕 他说 此为腐内有庸浓 他说这个是在腐内有庸浓 义父子 败疆散组织 啊 那么这就是成功 初七的时候的一个表现 这个义父子败疆散 我们看 义人十分 父子两分 败疆五分 主要就是义人 啊 那初七的时候 这个义父子败疆散 他怎么用 你看他这讲 用三味处为末 取方寸臂 也就三五克 一水二升 两升水煮方寸臂的药 一点点啊 减半 那就生一升了 生一升了 这一升呢 顿服 哇这个量是小极了 我们现在在临床上 恐怕如果说要用这么点 一一父子败疆散的话 能不能起作用 我们肯定是怀疑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描述 人家是很具体的 也许有这样的效果 只不过是我们自己 心里面不踏实了 以后我们可以 啊 做一个这个研究 啊 就是遇到这一类病的时候 我们就用小量 啊 看看能不能 啊 把这种常用啊 早期的啊 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 那么在这个要点延伸里边呢 我们讲这几个啊 呃 一个是这个常用早期症状 啊 它的这个起势 首先它是一个肠道化能性疾病啊 它是肠道抵抗力降低导致的 如果肠道抵抗力强细菌不容易在那儿啊 啊 形成臃肿 那么肠道抵抗力降低的 腹部表现啊 啊 这个有表皮干裂如鱼鳞 皮肤呢 干燥 腹部脏满 啊 一般来讲你肚子里边要有了 肯定常蠕动就是减慢的啊 肚子是脏的 所以说它说是乳肿状啊 啊 另外俯物几句啊 它给你强调的是这个啊 啊 这里边这个储为散啊 啊 这个顿服 那它告诉你呢 肠道化能性疾病的啊 啊 初期一一负资败降散的用量 不需要很大啊 啊 只需要三到五克 而且只负一次 那这个方子啊 啊 这么小的量啊 就有这么好的作用 确实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啊 它就高度体制我们乳肤子败降散呢 是治疗肠道化能性感染的高效处方 这个太高效了 这么一点量 是吧 那这个太高效了啊 那我们要参照千金伟净汤 那我们就知道了 乳人是治疗化能性感染的药药啊 一切化能性感染 记住一定要想起来乳人 你看这里边就这么一点药 就那个这么好的效果啊 千金伟净汤效果也是很好的啊 这个 以前我们对乳人的这个这个药效啊 实际上呃就是低估了啊 应该说它的作用应该是很强的啊 呃我跟这个薛博寿老师超方的时候 薛博寿老师治疗所有肺部的啊 这个感染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黄农痰的时候啊 或者要化农的时候 他基本上都要用乳人 他都会把乳父子 把这个千金伟净汤的药都加进来的啊 所以说这个药啊 不可小事啊 应该引以重视啊 是治疗化能性感染的药药 好 那常用极其怎么治啊 我们看原文 常用者少服种痞 就是少服是这个地方啊 实际上就是辅杖 匹满啊 这个地方杖 按之即痛 只要一按呢 就痛 乳令 说到有的是 这个痘点是去掉的 我觉得要点点出来啊 少服种痞 按之即痛 乳令就是好像是令症的 因为膀胱炎的时候 密尿性感染也会肚子疼的啊 说乳令就不是令嘛 因为小便自调 小便是正常的啊 只是有时时发热啊 就是有体温的增高 自焊出啊 还有焊出 另外呢 又有乌寒 服乌寒 其脉沉浸者能未成 可下之 说如果你摸到的脉是沉浸脉 说明脓还没有成 可以用卸下的方法啊 来治疗 所以他说 他所说的卸下 实际上就是成其堂类啊 方子啊 来治疗 当有血 那么你这会儿 卸下来的可能有变血啊 那脉红朔者能已成 如果说摸到脉是个红朔有力的啊 他说不可下眼 这个不可下眼又是个啥意思呢 那我们在临床上到底可以不可以用下呢 实际上我们基本上只要是常用 我们基本上都是用含有大黄的这些药了啊 是可下的 那么注意这个可下和不可下 它们的区别在哪 我们看 他说大黄牡丹汤组织 那就用这个方子 我们再看这个方子 我们就明白了什么叫可下不可下 大黄牡丹汤呢是大黄四两 这个量相当大 四两六十克啊 很大了 牡丹一两 桃仁五十个 五十个大概是十五克 这个牡丹汤指的是单皮 瓜子半生 这个瓜子就是东瓜子 用半生 芒枭呢三格 芒枭三格就是三十毫升 这个三十毫升 就咱们那个纸杯子 大概三分之一的那个 那么多芒枭 而且它这个里边讲了 是顿服 你看它这个顿服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来要点延伸里边我们讲这个 不可下的真实含义 到底是什么 他讲的是不可下 但是他又用了大黄 对不对 你看张仲景在讲成七汤的时候 大黄是咋弄呢 是后下 这个里边讲了没有 没有 说明质量常用 不是以通大便为主的 所以说不需要后下 那它正好用的是大黄里边其他的成分 而不是它卸下的成分 所以说它不需要后下 所以说它用那么大的量也不会下 我们专门讲过 大黄酒煎它是只卸的 它根本就不下了 所以说这个不可下可能是这个意思 大黄煎煎时间要长 如果煎煎时间短 那就起到一个卸下的作用了 这就是三成七汤 有农当下如无农当下雪 这告诉我们是什么呢 大黄牡丹汤既可以治疗农未成的长庸 也可以治疗农移成的长庸 既有卸下作用 弓下作用又不剧烈 这个方子就是这样 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想让它有通腐的作用 大黄你就煎的时间短点 如果不想让它卸下 你就煎住时间长点 总而言之它对这种肠道感染性疾病 效果很好 那么再一个就是陶仁加冬瓜仁这个药堆 这个药堆是治疗创庸的一个药堆 一个很重要的药堆 你看千金美金汤里边是不是有陶仁冬瓜仁 可知陶仁冬瓜仁是治疗化农性感染的药药 你看这一饮仁再加上陶仁冬瓜仁 整个这个方子 治疗化农性疾病是不是更好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分析就知道了 那么大黄牡丹汤是治疗肠道化农性疾病的重要方剂 实际临床上可以用于各种部位的化农性疾病 就是不光是肠道 其他地方同样可以用 你看这些成分就知道了 伊仁冬瓜仁 桃仁 加上千金美金汤 那治疗肺部的化农性疾病 是不是 治费用 所以说它是大黄牡丹汤可以治疗全身各个部位的化农性疾病的 好 下面我们讲这一篇里边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秦阴瘡 秦阴瘡它是什么表现呢 在这讲了 从口流向四肢可知 从四肢流来入口者不可知 秦阴瘡黄脸粉主治 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 说这个秦 首先你看 秦阴瘡 就是水多 一定表现局部是湿的 还是湿 它不是湿疹那个光流水 很多人把这个解释成是湿疹 渗出性的 不对的 肯定不是这个 那么这又是什么病呢 它说还讲了从口流向四肢的可知 如果这个病呢 首先在口部 然后向四肢 逐渐逐渐蔓延 它用了一个流子 它既是寝 而且还是连着 往周围可以蔓延的 那么如果是从这往四肢走 说这个病呢 相对来讲 就比较轻 可知就是比较轻 如果说四肢先长了这些东西 最后 往上 蔓延到口部了 不可知 这个不可知 只是说难知 不是说不可知 不是说现在讲的就治不好 那它用黄莲粉组织 这个黄莲粉它没有具体讲怎么弄 其实也很简单了 既然是粉就是往那铺的 对不对 所以它就把黄莲延成细粉 往那个窗上 一铺就就好了 显然 这是一个皮肤 表皮的一个化弄性感染 那么这个秦阴窗是啥呢 我们 看 它这个就是一个 范围可以逐渐扩展的皮肤化弄性疾病 非湿疹 不是湿疹 是浓袍窗 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 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在农村 经常见到这种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浓袍窗 给大家 因为你们现在见的比较少了 我们把这个稍微展开说一些 这个浓袍窗呢 它是一种传染性的疾病 传染性浓袍窗 俗称黄水窗 黄水窗 是一种常见的 通过接触传染的前表皮肤感染性疾病 这就是黄水窗 七银窗就是黄水窗 以发生水炮 农炮 以破溃 皆农家为特征 你看 它是渗出流水 然后蔓延到哪 它就长到哪 那么常有金黄色葡萄球菌 A族 B型 溶血型炼球菌 就是这些细菌引起的 皮肤轻微外伤后 细菌粘腹 寝入 并导致感染 那么这里边呢 细分 细分的更细一些 它又 其实这个分就没啥 没有更大的意义 说这个大炮型农炮窗 这个就是炮比较大 耗发于面部四肢等暴露的部位 初期为散载的这个水炮 一到两天以后呢迅速增大 炮液呢由清亮变成混浊 它一开始那个很清亮 然后你看着里边呢就混浊了 农业呢沉寂于水炮 农炮的底部 什么底部呢 如果它要是平放 它就在这个底部 如果你要是站着 它那个农业就在 就像那半个农炮 总而言之它那个 那一部分总是在 这个下边 这个部位 成半月型基隆 半月型基隆现象 炮壁呢薄而松弛 破溃后显露糜烂面 干燥后呢是黄色浓尖 有时在家的四周又发生新的水炮 排列成环状 称为环状浓炮窗 就是它的周围 然后又一圈 又是新的农炮 患者呢自觉是搔痒 一般没有全身症状 因为它比较表浅 全身症状很少 这是大炮 还有非大炮的农炮窗 它耗发颜面口周 鼻孔周围耳阔 四肢暴露的部位 表现为在红帮的基础上 发生薄壁水炮 迅速转变成农炮 周围有明显的洪韵 农炮破溃后也是这样 干燥结痂 不断向四周扩张 向后融合 它是自觉搔痒 常因搔抓 将细菌接种到其他部位 发生新的皮疹 结痂一周左右自行脱落 不留斑痕 重症患者可并发淋巴戒烟 发热 这就是这个轻硬疮 那么轻硬黄脸粉扑枝呢 就告诉我们化能性疾病病变表浅的时候 不需要内服药 只需要黄脸粉 外敷即可 这就是这一个条文 给我们的启发 就是黄脸粉治疗 浓泡疮 就够了 这一篇呢 我们就讲完了 就这三个病 还是 虽然是这个内容很少啊 但是还是能给我们好多启发 像刚才我讲到的那每一个药 药痘 以及它这个用法 还是有很多启发的 好 今天呢这个就讲到这儿 下次我们讲第十九篇 再有四次课 金贵应该就讲完了 好